我是一個經驗狀況蠻明顯 驚奇來也會痛的人 總之這個是女人的困擾吧 沒錯你剛剛看到那個肚子 真的就是我的肚子 現在是我預計驚奇來的前一天 我覺得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遇到這狀況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實際上的分享 我會遇到的症狀有哪一些 那其中第一個症狀最明顯 而且屢濕不爽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的發動 我的肚子呢特別是我下腹的部分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讓我最困擾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水腫跟肚子漲 那水腫的部分真的很明顯 因為當我穿精神褲的時候 運動精神褲的時候 我穿上一拉的感覺 我就知道說精神褲變緊 那這個時候通常是發生在我經濟前一中 特別是前兩三天更明顯 另外一個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發現我的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我的金錢症候群越明顯 在我年輕的時候可能到大學的時候 我從來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大概過了二六二七以後吧 好我本人在三二好嗎 特別是過三十之後 我就覺得我的金錢症候群非常的明顯 那最明顯的部分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就是水腫 然後第二個 也就是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疲憊感 當我驚奇快來之前 我的訓練平均通常不會太好 因為我當下的身體的狀況就是 有點無力感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去調整我的訓練課表 第一個就是我會減量 所謂減量不是減我的次數 而是減我的重量 所以譬如說我今天可能十下的深蹲好了 那我可能平常講說45公斤好了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會改成40公斤 然後做十下之類的 總之我會減重量去做 但是我並不會到完全停止訓練 因為說這個金錢症候群雖然很煩 但是它並不會造成我無法訓練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會減少做一些腹部的動作 原因是因為就是我肚子腫脹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不喜歡在腫脹的時候 還特別去練腹部 就讓我整個腹部呈現很沖洗的狀態 這樣讓我覺得更不舒服 所以這個兩個地方是我會改變 至於其他地方我就是完全維持一樣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的身體的體重上升一到兩公斤 請不要太驚訝 這是非常正常 因為畢竟你身體就是荷爾蒙的關係 造成水中 你身體的重量自然會往上 所以真的不要被體重數字綁架 我個人是完全不量體重的人 其實研究顯示70%的女生都有很明顯的金錢症候群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你看了我肚子 你應該會覺得心裡滿是感受安慰的 OK 我剛才蹲完第一組 我就覺得特別的喘 特別的累 那當然這是預期中的事情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 我一定會做減量 我先講一下我深蹲一直來都不是我的強項 我比較喜歡硬居 才40公斤10下第一組 我是覺得還OK 但是平常我做10下40公斤對我來講會是蠻輕鬆的 但今天就覺得有一點給他不輕鬆 對總之對我來講 金錢運動呢有練到 雖然我沒有辦法練到之前的重量 但是我沒關係 我只要身體有動起來有流汗 然後可以紓壓一下那種 那種工作壓力對我來講就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這回合去第二組 我的手臂特別的沒有力氣 我就會比腿更明顯 我剛剛做10下窄的浮力挺身 然後10下寬的 但窄的平常我可以第一組就做10下 可是我剛剛第一組大概做到4下還5下吧 我就要回席了 所以今天這回選真的非常令人鬧 肌肚喘 所以就可以剛剛看到的影片中 我今天還是有蠻多蠻累的動作 雖然是金錢覺得肚子很脹 但是我還是維持我會做的動作 不喜歡的動作一樣面對 只是可能把重量減輕 OK 所以我剛剛完成訓練 然後如果想要知道我今天訓練整個完整課表的話 可以到資訓欄下方 我會在下面呃 陳列出來 然後今天的訓練是全身性 然後我大概在45分鐘之內完成 而且45分鐘之內呢 我就燃燒了將近快400大卡 我剛剛一直在講的是 經期前我怎麼樣去調整我的訓練嘛 那我在想很多人應該會覺得說 那經期的過程當中 你會去訓練嗎 你會怎麼樣調整訓練 那當然是 經期的前第一天跟第二天 我一定不會訓練 原因是 我是一個長期來 飽受驚痛困擾的人 然後每個月我都必須要吃紙通藥 我知道很多人會跟我說 不要吃紙通藥啊 怎麼樣我不好啦 就是少吃冰啦等等之類的 但是其實我已經看過蠻多次婦產科醫生 然後醫生都直接跟我說 你天生子宮的位子是比較後勤 也就是說你這樣子的一個身體結構呢 會比較容易造成你經期排不順 然後經痛的問題 所以跟我直接吃冰 並沒有很大的影響關係 我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了好嗎 所以在經期的第一到第二天 我基本上是停止運動 我所謂的停止是 我連走路我盡量都會少走路 因為 我的那個痛 要我從床上爬起來到廁所都 覺得很有困難的那種 那我一直以來都非常羨慕 在經期完全沒有感覺 還可以照常一樣訓練的人 因為我真的覺得天啊 路我沒有那樣有多好 通常我經痛只會痛最多兩天 第三天我就會恢復正常了 那第三天呢 我一直到我經期結束的這段時間 我的訓練我會慢慢恢復正常的重量 所以一樣我是按照我的身體去慢慢調整 我該有的重量 在經期的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是完全不會做任何腹部動作 就是覺得在經期的過程當中 還做腹部是真的非常痛苦 對我來講 那在經期結束之後呢 你會發現另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能量回來 就是有種身體瞬間充滿意的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在經期的結束後的那一週 其實是蠻好的一個重量訓練的時機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增肌 你想要突破重量 其實那時候會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順便帶到我們的第三個 我的金錢嚴重症候群 也就是飢餓感 飢餓感這一塊呢 一直以來是我非常明顯的症狀 剛剛提到水腫以外 再來就是嚴重的飢餓感 我所謂的嚴重就是 這個假日呢 我吃了 雞塊 大包薯條 一個巧克力布朗尼餅乾 雞腿 吃了冰淇淋 對 總之我最近真的吃有點多好嗎 金錢 對我來講就是 我並不會把自己太壓抑 如果我餓我就會吃 如果我真的想要吃垃圾 我一樣 照 吃 這個是我的中餐 就是 生菜沙拉加雞肉 然後加下面有 義大利麵 每次來前一禮拜五 我總是就是胃口好像有點 無法滿足的感覺 那我自己本身在 週末的時候會 我會 吃任何我想要吃的東西 所以剛剛提到說 我才吃的薯條 炸雞啊等等之類的熱色食物 但是平日的時候 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還是會盡量回歸到原型食物 不過呢 我吃的東西並沒有改變 但差別就是我的份量變大了 總之在上一集 有介紹一整天吃的東西嘛 那時候我大概是吃 1800大卡左右 那在 驚喜來前一週 我基本上都會增加 至少 150到200大卡 所以我可能會吃到2000 那假日我就是 完全 像個野小孩一樣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很多女生 她想要在金錢 控制她的這個飢餓感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控制因素是來自於蛋白質 像以我來講 我體重是58公斤 我至少都會吃 2.3到2.5左右的功克數 也就是58乘以2.3到2.5 那那個功克數呢 就會是你一整天 要吃的蛋白質功克數 這可以幫助你抑制那個飢餓感 然後比較多一點的飽足感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 我會吃多一點的蔬菜跟纖維 那這樣的話當然也可以幫助你的飽足感 可以撐久一點點 很多女生在經期前 總是會特別想要吃垃圾食物 總是會特別想要吃甜食物 我就真的覺得其實是OK的 今天並不會因為你吃了一整天甜食 然後你就變胖 就是肥胖這個東西真的是長期時間累積下來的 今天是我驚奇的第一天 然後很明顯的感受到就是我的食慾衝 本來衝得很高然後瞬間降低 我的循環就是這樣 就是金錢非常的餓 然後驚奇一來的時候 我的食慾就立馬下降 就是也不是說完全不餓 但是就是恢復正常的食慾 不會像之前吃的那麼誇張 或者是那麼容易感到飢餓感 那今天我已經感覺到 我肚子已經開始有一點點不舒服 所以直接休息日 我完全不會做任何的訓練 通常會痛個一到兩天 所以明天可能也會是直接是休息日 所以在經期來的時候 我都會穿這種休閒褲 原因是因為 你身體非常的腫 肚子非常的不舒服的時候 我再穿那種 平常訓練的精神褲 我會覺得 超憋超不舒服 所以我會喜歡穿這種休閒褲 就是你知道 你肚子可以盡情的放鬆 我覺得 對我來講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每次經期來的第一天 一定會跑廁所 就是會特別想大便 可是我覺得是好事 就是有一種順便清腸子的感覺 可是大便 肚子不會變小喔 一樣的大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頭有一點點的比較上一點 不會到頭痛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 那個來的時候會頭痛 我是不會到頭痛 但是我會頭比較上 然後食慾明顯的就是 恢復整腸 不會像之前那麼餓了 再來其實 我有長一個痘痘 但我不知道 這個相機可能看不太出來 總之其實我在這邊還有這邊 有長一個痘痘 因為我現在有上妝 所以我有用那個 遮瑕膏去遮一下 但是其實 跨來之前我都會長一些 這種小痘痘 對啊 總之這個是女人的困擾吧 我覺得 就我是一個 經驗症狀蠻明顯 經起來也會痛的人 我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水腫嘛 然後體重一定上升至少一到兩公斤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疲憊感 也就是訓練的時候 我特別會覺得 沒有力氣 那就像我之前說的 我會做減重的訓練 那第三個就是 會特別的餓 那這個飢餓感 通常是在經期前的以前一周 會非常的明顯 然後經期一來之後 肌餓感就立馬下降 就恢復正常的食慾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也就是 會頭有點脹 以及想大便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我會長一點點的小小的痘痘這樣子 總之以上就是我金錢的症候群 那每一個月我都要經歷這些 其實覺得蠻煩的 不過也就是只能夠接受 不然能夠怎麼樣 對 這就是一個女生必有的困擾 至於你們是不是跟我一樣 有這樣子的一系列的症狀 跟每個月這樣的循環 如果一模一樣的話請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好嗎 因為如果知道說別人能夠跟我 有一樣的經歷的時候 其實會讓我比較好過一點 那最後我只想跟大家說 就是在經期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停止訓練 千萬不要因為你停止了一兩天的訓練 甚至有些人會休息一個禮拜 千萬不要因為你休息沒有運動 就感到罪惡感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把它當作你身體的一個暫緩 聆聽你的身體是真的非常重要 就像我是一個很規律訓練的人 可是當我遇到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我並不會硬幣自己去訓練 因為我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你身體需要休息就這樣好好休息 你身體可以動的時候 你就Push自己去動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平衡 那當然你在經期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一樣可以照常訓練 只是你可能一樣會感受到 比較多一點的疲憊感 那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做減量的訓練 那在經期走了之後呢 通常是你身體會有力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做大重量的訓練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希望上次分享對你來講是有幫助的 那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拜託幫我按讚 然後當然分享給那些 會為了金錢症候群感到焦慮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 不用擔心 離開之前別忘了幫我訂閱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這樣會被光嗎 被光 所以在經期來的時候 我會穿這種休閒 好了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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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煩喔 幹嘛你在拍哪裡啦